1 是出發來把手舉起來 飛河地毯 乾淨空氣 我要乾淨空氣 我要乾淨能源 廢核反空污 多一新路這邊的商圈舉辦 特別邀請我們 三多一新路這邊所有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們 廢核反空污遊行的行列 因為我們南台灣同時有核電廠的威脅 同時有嚴重的空污問題 這些問題要透過能源轉換 要透過政府 政府訂出時間表來改善 人民要站出來給政府壓力 政府才會做 要不然呢 幾十年來 他們常常就是不聞不問 要不就是動作遲緩 所以我們特別站出來 還皮膚罷免咳嗽 氣喘發作 可以怎麼辦 今天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具體的 具體的方案 對 林鄭華 林鄭華 這次局是要給大家的 市民埋怨你票價不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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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四雖然 經過社會運動 已經逼得 國民黨政府把它封存了 蔡政府上台 雖然說 2025年要達到 非核家園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清晰的路線圖 在政府也提說 2025年 再生能源要達到20% 同樣的 20%呢 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路線圖 讓人民來檢驗 2025要達到保零20 蔡英文總統那個時候早已經下台了 到底誰來兌現 蔡政府 在 2016的政治承諾 唯一的方法 就是定出一個明確的 路線圖 跟時間表 讓人民 可以一年 一年 一年的檢驗 到底哪一個政府要負起責任 而 如果沒有負起責任 人民 就要給他教訓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站在這裡的原因 同樣的 空汙的問題已經累積幾十年 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 同樣的 我們要求 中央政府 跟 地方政府 都要提出 明確的時間表 非和宜該時辰很確定 那 屋媒的部分 我覺得 有那麼多人 願意 到這邊來 那 在去年度 也很多的民意調查 發現 就是說大概有 超過50%的民眾 願意漲一點點的電費 來 來達到 無媒家園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在我 看來 無媒家園或非核家最難的部分 其實就是 大家願不願意 再漲個 一層到兩層的電費 那我們看到 去年度 台電 公告出 譬如說 天然氣 發電的價格 已經 每一度 已經到達了 2.1元 那在前年的話 還是在 2.6元 所以就是 2.1元的話 這樣 這麼一個低的數字 但大家 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跟 台塑 賣 賣電 一度買多少錢 一度買到 1塊8毛錢 那也就是說 大家其實只要多 花3毛錢的話 那其實賣電就可以 不要了 那同樣的 我們把 目前所有的藍莓電廠 改成天然氣 那剛剛講過 我們國家 一度大概是 2塊1毛錢 那再加上 這些蘇配電 管線成本 大概5毛錢 所以加起來成本 以國家來講 大概只有2塊6毛錢 但是 我們大家平均 一度電 目前大概是 3塊錢 跟國家在買 所以在我來看的話 全台灣用全天然氣發電 全部國營天然氣發電的話 大家的電費 大概不用什麼漲 其實 去年的電費 3塊錢 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 從來沒有這麼靠近過 這個非核無美加園 1960年代 我們高雄的空氣 是 台灣 我們西半部最好的 那時候 平安電 大概 只有在15到20中間而已 但是在 台中的話 大概是 20左右 那台北最高大概30幾 但是現在 在 2000年的時候 高雄飆到了 將近40 將近40 那麼就發現了說 會增高這麼多的原因 其實 就是在我們西半部 有很多的高耗人產業 一個一個起來 就說台中電廠興建之後 那整個中部就高了 高雄空氣還是 我們西部最糟糕的 在 我們六都裡面 高雄人的壽命 高雄人的壽命 是78歲 那我們的PIM2.5是33 但是桃園 大家想像得到桃園 那個城市其實 它的都市化城市絕對沒有高雄好 但是桃園人的壽命的話 是80歲 比高雄 多了兩歲 那PIM2.5只有23人 那 我們 台中 我們的 高雄 的肺腺癌 在19 1979年 剛剛有資料的時候 平均每10萬人 只有5個人 無論男生跟女生 但到現在已經成長到25個人 增加了5倍 那我們發現高雄市的能見度 在1960年代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25公里 現在只能看到6公里 所以這些所有的數字 是跟大家講 其實大家不要灰心 高雄空氣品質不好 並不是大家出生的時候就不好 而是這10年20年才變不好 那當 大家願意多付一點點的電費 全部的藍煤改成天然氣之後 或者再生零雲之後 那其實電費大概 頂多漲個一層到兩層 很有限 但是我們都統計過 天然氣的 每發一度電的 這些汙染物的排放 只有藍煤電廠的 50分之一到100分之一 也就是過去 從20幾到 成長到40幾 現在降到30幾 這個增加20的部分 除暢100的話 那只剩下多少 是只剩下0.2而已 也就是說 所以過去這幾年 因為工業或者是 汽機車燃料所造成的汙染 幾乎可以完全沒用 我想我們把整個大方向講出來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擔心 那現在擔心的只是說 我們的政府 如果大家願意 漲多一點點的電費 下面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 市長 或者是我們的 行政院長 有沒有這個魄力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做能源轉型 大家很好奇或是在argue說 為什麼把廢核跟反工夫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那事實上 這兩件事情要共同解決的答案 都是能源轉型 空屋的問題還要加上 產業轉型 所以我們過去其實在去年喊出的是 包括了產業要轉型 整個大高雄面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太過度依賴 化石燃料 所構成的整個 產業跟生活交通 整整的體系 所以一定要推動 能源轉型跟產業轉型 才能解決空屋的問題 同時擺脫 核電的 依賴跟威脅 而政府現在雖然已經提出了一個就是 2025我們的再生能源要提升到20% 事實上從現在起到2025 其實只剩下89年 對不對 8年左右 其實非常 非常短的時間 我們現在再生能源 只有在個位數 很少的 就是 就是一兩趴兩三趴 很少的趴數 要前進到20% 是不簡單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政府說 你要有一個明確的再生能源的計劃 第一年要做到什麼 第二年 第三年什麼 也就是說 我要讓每一任的政府 都有 可以被檢核的政治責任 這是最關鍵的 未來這幾天 政府已經 有一個計劃 會在 晚餐的期間 跟 各位來報告 每一項工作的一個 計劃內容 跟預計的時間表 今天我也看到了 行政院 已經發佈了一個新聞 缺少溝通 說明的部分 在最近 會有經濟部來跟各位 以書面的方式 或者是不同的場合 來跟各位共同說明 人民有權 來追求 安全的生活 有權 向政府要求安全的電力 那核能安全是不分性別 年齡 政黨 都關心了硬體 那麼身為台灣人 有權 為了這個 核能 為了我們的 子孫 跟台灣土地的安全 挺身而出 非核地態 乾淨空氣 乾淨空氣